谘地联系,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做冥想 打开手机 大家回到家之后应该练习的三个冥想 早上要练的呢 我们今早已经做过了 接下来是要做第二个 清清喉咙 清清喉咙 请放松你的前耳 放松嘴角 放松眼皮 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稍微睁开一点点 留一条缝 如果在下午冥想犯困了 可以稍微地张开一条缝 放松你的手指 肩膀往后打开一些 下腹部稍微收紧 然后到呼吸上 然后到呼吸上 下腹部税 就不让耳朵 再来 如果你想你的意识跑到了别的东西上 不要沮丧 就平静地把意识再拉回来 回到呼吸上,不要去与冥想抗争 不要对抗 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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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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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想象,当我死亡到来的时候,我会躺在家里的哪张床上 或许是你屋子里面的床 你躺在床上,非常虚弱,病得很重 连头都抬不起,手也抬不起 身边的人极其担忧地往下看着你 非常伤心 在哭泣 握着你的手 然后你闭着眼睛 然后你闭上双眼 而且通过鼻孔呼吸也非常困难,因为鼻孔已经在关闭中了 最后连呼吸的能力都失去了 而且你家人哭泣的声音 也开始觉得渐行渐远,听不清楚了 你家人哭泣的声音 有一些冰冷的感觉 有一些冰冷的感觉从四肢传来 一直传到你的心脏 最后心脏也停止了 最后心脏也停止了 现在非常安静 一切变得很安静 突然间发现自己在山里面奔跑 因为一块又一块的大山在倒塌,向你掉下来 你在奔跑 想要去躲开那些石头 你越跑越快 然后感觉这些石头都在追着你来 然后一股大的洪流,海啸 在山后 越过这些大山,海啸向你涌过来 你尝试去逃跑 最后还是把你淹没 把你冲倒 水把你冲走 穿过一片空旷的土地 你想要挣扎着站起来呼吸 但是水流不断地把你冲倒 但是水流不断地把你冲倒 非常绝望地你尝试 挣扎要呼吸,找到脱离的道路 水不断地在冲着你走 慢慢终于的水也安静了下来 突然间你的双脚着地了 水流不断地 水流不断地 水温下降 水温下降 然后蜕去 你站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 你在穿过一片很广阔的沙漠 现在非常炎热 太阳在烤着你 非常的干 仍然在走 穿过沙漠 在炙热的太阳下 你感觉非常的渴 然后你看到远处有一些水 你感觉到一些希望 然后开始走向那些水源 穿过炎热的沙漠 但实际当你走近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才发现只是海市蜃楼 并没有水在那里 你走上海市蜃楼 走进它 穿过它 在另外一侧 开始变得有浓烟出现 一些非常浓稠的烟冒了出来 很难看得清 你只是持续地走向这些浓烟 突然间你看见了在浓烟当中有一些星火 有一些在高处有一些在低处 在闪耀着星火 就好像有人重击你的头部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的类似的 你持续地在步行 突然间在远处 突然间在远处 看过这些浓烟 看到了一处火焰 像一团烛光 然后浓烟也消退了 一切变得极其的黑暗 在你身后完全的漆黑 在你前方完全漆黑 当你往下看的时候 你连地面都看不见 它感觉更加狭窄 整个画面变得更加狭窄 好像你走在了一个隧道里 当你往前看的时候 就看到了火焰 你看到的是火焰 但是火焰并没有在动 因为完全没有风 非常静止,安静 你在走向火焰 当你走近的时候 火焰变得越来越大 当你走得非常近的时候 火焰变得越来越大 火焰变得跟你一样大 在没有感觉到任何热的情况下 走过了这档火焰 如同走过了一道光一样 然后走到另外一侧 极其的漆黑 在身后也是黑的 在上方是黑的 深度的漆黑 然后在地平线上 你能够看到一丝丝的白光 非常的柔和 当你走得更近的时候 白光变得更大 然后发现它布满了你前方的天空 然后发现它布满了你前方的天空 最终整一片天空都布满了柔软的白光 没有太阳的只是白光 然后在你前方 感觉日落开始了 就有一道红光开始出现 颜色变得越来越红 满布了天空 最终整一片天空都是落日的红色 在你身下人是漆黑 背后人是漆黑 上方是红色 然后这一片漆黑往上布满了 红色变得越来越小 再一次的一切变得漆黑 然后你坐下来 当你坐下来之后 漆黑变得更深了 甚至于再继续加深 然后,这一片全然漆黑有了水晶的特质 在水晶当中 在远方能够看到你的心思 他们坐了下来 然后越来越靠近你 最后就坐在你对面 膝盖对着膝盖 当你看着对方的眼睛时 他们非常愉悦地能够看到你 然后你感觉不再恐惧 如果我的老师在这里 那一切皆会安好 那我们就一起坐了下来开始冥想 我们会在这里停留几分钟 跟老师坐在一起 它不是一张图片 不是一个视频 是真实的人 你能够感觉到他的体温 以及他不同寻常的芬香 如同一朵美丽 如同一朵极其美丽的鲜花 非常细微的香味 就坐在他对面 待几分钟 就坐在他对面 待几分钟 你就收拾并次坐在下去 身 displayed 等待你这样子 ILY来自尊敦 她们坐在一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然后进入到你的意识里 在你的意识里 就如同是一个你的老师的小雕像 它是由光做成的 光从它的内在往外散发 而且是相当明亮的 就好像一块质量很好的黄金 那就是你意识种子出来的 明亮的图像 而且感觉是很小的 而且感觉是很小的 就在你的意识里 比你的小手指的指甲还要小 你将你老师的明亮的三维图像 把专注拉回到你意识内的图片中 这个图片来自于一颗非常好的种子 在这一张图片中稍作停留 在我的意识里 在我的意识里 的每一位置的还要 Brian 一样三维图像 就像一样一样 看到这种图片 就像一样一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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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是什么创造了这些好种子 我什么时候有跟别人分享佛法 我什么时候有在帮助别人去理解四步骤 便创造了这一张老师的图片 尝试去想想三次你跟别人分享这么一个道理 通过为他人做一些好事而得到自己想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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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以轻轻地回到呼吸上 三次深长的呼吸 非常缓慢的 先不要动 然后轻轻地可以睁开双眼 拉伤一下 拉伤一下身体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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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们 你们都很安静 有这么好的专注力 所以谢谢你们 我们来先做一些问答 请大家举手 打赌手 打赌手在哪里 这个是不错的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 一旦有事情发生 我们就说这是我的错 可是我们这个金刚这边智慧教我们是说 它来自于我 所以我就在想 如果以后再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是应该说这是我的错 还是这件事情来自于我 我应该做哪个选择 更适合 更接近于这个金刚智慧 或更接近于明白空性 好 谢谢 我来自中国 所以在中国 有一个优秀 叫做 Confucianism 然后 一名的重要文章 叫做 《Disciplines of the Disciples》 《Disciplines of the Disciples》 And then in that book one famous saying it's everything is my fault if it's not my fault it's I then it's I see it wrong and if it is not I see it wrong it is also my fault that caused you doing it wrong like kind of blame everything on yourself and a little bit I confuse this idea with the Diamond Card of Wisdom because as you said everything is created by me so it seems like similar but different so I don't know like in the future when I meet anything I don't know which world view I should take which is more close closer for me to understand emptiness Okay good it's true that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to you is your fault good things and bad things then a lot of people they don't have confidence already they feel sad and then a lot of hours they already feel sad just in a few hours they already feel sad they already feel sad they already feel sad then Geshe Michael said everything is your fault then Geshe Michael said everything is your fault then they feel extra sad they feel sad and they felt sad they f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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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 哦,见到的每一个坏人,糟糕的人,都是我的错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会杀别人 这些杀人的人也是我的错 感觉太沉重了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在这个体系当中 在佛陀的教授体系里 我们是不应该花那么多时间去感觉两道悲伤,或者说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我的先生对我生气的时候,那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会变得更加悲伤的 你应该想要去想的是 现在我有力量 现在我有力量 我可以改变我的遭遇 我来告诉你关于这个体系很酷的一件事情 在这个体系当中,你能够在不需要跟你先生说的情况下,就改变他 不需要在深夜长谈了 不需要在深夜长谈了 你都很累了 然后都开始说一些很蠢的话 一切变得更加糟糕了 在这个体系里 在这个体系里呢 如果是我的错的话 是我种下过一些坏种子 如果我改变这些种子呢 我就能够改变我的先生 怎么会 那些你先生或者太太最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是什么 的品质是什么 比如说我的先生从来都不会抱我 当我刚刚开始遇见他的时候 一整天都想要抱我 我们结婚之后呢 他就再也不想抱我了 那种子啊 就是没有拥抱的种子 来自于我 是因为我对那些我遇见的人还不够友好 就像在这里 我们在酒店到处逛 如果你看见一些我们学员群里面的朋友 或者你见到一些游客 你去打个招呼是没有任何的伤害的 你好啊 这就会种下一颗小种子 就是这种热情的种子 通过这种方式你能够去改变你的先生 而且不用吵架 所以当我们说一切都是你的错 是应该让你感觉到被赋予了力量的 如果一切都来自于我的话 那我就可以改变一切了 就是有一些人呢 他们的国家非常的... 政府很腐败 在那边做生意是很难的 你感觉到你应该要做点什么 但是你却感觉没有力量 我又不是在政府里面做事 那些大人物我怎么能够搞得定 但是你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你的 因为他们都是来自于你的 所以即使是那样的人 你都可以去处理好 你自己要更加的诚实 当我看见腐败的时候 然后呢我坐飞机去旅行 然后呢我坐飞机去旅行 然后这些空城呢就会通知 然后请每个人关掉手机 之前我就不用太管他的 现在我总是真的是完全关掉他 我会遵循这些规矩 因为呢我想要我们国家的大人物 也要守规矩 他们是来自于我的 他们是来自于我的 如果我不听空城的话的话 那我的弟子也不会听我的话 她说要绑好安全带 我就好 因为我想我的弟子也听我的话 所以一切都是你的错 但是当你听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应该要感受到一种力量 因为现在我可以改变一切 我可以改变我的先生 可以改变腐败 能够创造世界的和平 那在中国呢 有三大传统嘛 道 辱 还有佛 我之前有在学习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相互配合的挺好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认为自己很幸运 家庭的事情 辱家的思想是非常好的 尊重就是你家中的其他成员 以及整个团体当中的其他成员 道可道 非常道 命可命 非常命 我还学习了一点点道德经 我很喜欢的 有这三大传统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如果遇到家庭的问题的话 可以使用儒家的道理 要明白这个四元素或者是五元素 也就是我们死亡冥想的第一部分 就是山在倒塌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土元素在消融 所以这道教的体系 道家的体系也是非常好的 很有用的 所以不要忘记了 那些都是来自于你的 为什么你会学着这三种不同的思想长大 是来自于你的 我觉得你们应该去想说 我是很特别的人 我种下了种子 能够知道三种非常美好的行为方式 那在中国 在中国大陆 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原则 就是应该说我们要照顾好每一个人 要照顾好老人家 穷人也是大家平等 我们要照顾好他们 我们一定要共同的合作 美国人喜欢独立 即使就是会伤害到这个团体 美国人还是会这么做 在中国 就是在有更多的这样的团体的感受 也是在社会主义也是有的 就是说这个团体集体是很重要的 这些都是在我们国家里 就像在昨天晚上啊 在火供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这么有礼貌 每个人都这么好的相互合作 简单很多啊 如果我在美国做这件事情的话 每个人到处乱跑 所以有很多好的事情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 那当然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麻烦 每个体系都一样的 但是这个理论呢 社会主义的理论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照顾好每一个人 我相信啊 那就是因为这一颗种子 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会这么成功 因为这个动机 照顾每一个人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经济复苏的原因 所以其实在中国你们有四个体系 我觉得你们真的很幸运 每一个体系都有问题 在佛教也有问题 佛教徒有时候也相互的有争执 但是一般而言 总体而言 这四个体系 都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是种下了这样的种子的 有时候当我们做咖啡冥想的时候 你可以去感恩 你感觉在中国就是智慧都要爆棚了 太多的智慧了 谢谢 谢谢 哈手会收一百美金 有问题 开玩笑了 好 格西老师您好 我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佛陀他是全知的 知道我们的前世今生和来世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我们的今生就是命中注定的 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在试着改变 在学识步骤改变我们的人生 但是这种改变也来自于我们的种子 所以说这前后有一个因果关系 所以我感觉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这辈子是不是命中注定的 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就是说心里免不了有一点消极的情绪 我们怎么来重新调整自己的认知 来使自己能够乐观一点 谢谢 好 eat g 2004 一个ogen踏 federal täuan Ultra 15 50 100 100 0 今天 8 总1 1 2 7 2 4 60 很好的一个问题 在欧洲有个笑话 就是这个问题就称之为自由意志的问题 就是我的这个未来是不是命运已经决定了 我别无选择呢 或者我还是有选择的 如果我有选择的话 那佛陀怎么能够看到我的未来呢 如果我突然间改变了想法呢 我本来早餐要吃鸡蛋的 但是为了欺骗一下 佛陀我就决定要喝粥 我就点了这个鸡蛋 鸡蛋鸡蛋 突然间我就拿粥来吃 佛陀就在想 我第一次我以为你要吃鸡蛋 看上去这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 可能在德国有一个笑话 就是有一些佛教徒在争论这个问题 有人就说 不对不对 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 然后他们就在争论在争论 然后最后他们就说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一定只能接受自由意志 明白吗 现在回答是 非常地微妙 我们是否有自由意志 我们能否做决定 或者一切都是已经被决定好了的 然后佛陀就看着我们即将会发生的事情 想要改变已经为时过晚的 回答是 在佛教 我们都有自由意志 我们都有选择做什么事情 而那个选择 那个自由意志 来自于种子 好吗 有自由意志吗 有 能否去改变你早餐的想法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过去把自由的意志给予了别人 我看到一些先生跟太太 有时候我跟我的伴侣去吃饭 我就看着别的客人 有时候那个服务员就会把两份菜单给到他们 先生会这样 哦,我们就吃这个 我就想我这位可怜的女士 多少年了就有先生来选择吃什么 如果你感觉是这样的 Gesla,我都不觉得我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 我真的没有感觉到我能够在生活中自己做决定 那你应该要种下这些能做决定的种子 怎么种 当你去餐厅的时候 Stanley,要不你来选选吃什么晚餐 让别人来做决定 我有一个坏习惯 就是当我们玩这个摇滚乐的时候 两周前我立刻说 我找到那首歌了 每个人都 90年代的这些西皮士的歌 现在又得来演奏这个90年代的这些老歌 所以我自己也要小心 因为我是上师嘛 如果我说我们都要来演奏西皮士的歌 每个地人都说好呀,好呀,好呀 所以要小心 要给别人一些自由选择 让别人来做一些选择 然后你就会有更多的自由意志了 那如果每个每天吃早餐都可以变来变去吃不同东西的话 佛陀又怎么看得到未来呢 在阿比达摩里面有一个讨论 就有一个选择了 佛陀的意识是不是像超级计算机一样 他从当下的时刻收集很多的信息 看见到一切 然后都看到所有的可能性的组合 未来的 未来的 他们就这样 今天 在数学里面 在数学里面你就可以说 他们不是用统计用概率的方式来预估这个未来 他们不是 他们直接看见 那怎么会 那怎么会 时间是不一定要一小时就过一小时的 时间也是来自于你的种子的 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当你去看牙医的时候 他们就在那边 很好的翻译 然后你出来之后 然后你打电话给你太太 就问说你在这个牙医看了多久啊 大概两个小时吧 牙医说没有啊 只过了半小时啊 所以当牙医在帮你弄牙齿的时候 时间已经减速了 我也告诉过很多朋友这个故事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是在亚利桑那长大的 比世界上别的任何地方 有更多的蓝天 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来钻石山 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们有那种露天的电影院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栅栏 然后那个电影屏幕就比这张整张墙这么大 你是开车直接进去的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音箱 你把它放到你车里面 然后就可以这样看电影 这种电影院呢 对那些16岁的男孩想要带着他16岁的女朋友去看电影的人群是非常受欢迎的 因为其实你不想要看电影 你们想要做一些别的事情 就是亲吻而已啦 然后我们就会带女朋友去看电影 然后我们就会带女朋友去看电影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 我跟我的女朋友去看电影 我们只是在亲吻 我非常幸运就是我29岁才出家 我与与熊掌接得 突然间有人在敲我们的窗口 还挺大力的 有一些人在外面 有一个人就在外面用一个大的那个手电筒在敲着你的窗户 我们就起来 那你要什么 把这个窗户摇下来 他这边有一个那个保安府或者警察府 我们就说怎么了 怎么了 他就说我是这边的保安 那怎么了 我要去关这个电影院的大门了 我们就问这个电影什么时候放完的 两小时之前就放完了 我就看着旁边所有的车都不见了 只剩下我们自己的车了 我就说真的太抱歉了 所以时间就加速了 当你跟高中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而时间会减速 当你在牙医的时候 所以这就意味着 那就是时间的空性 时间也是来自于你的 佛陀有这种特别的能力 他们可以就是缩短时间 要让佛陀啊就是佛陀要看到一百万年后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就是看着我们的手机一样 就在我们手中的手机 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难 看到未来时间的种子又是什么呢 你可以把时间给到别人 我就跟我上师说 啊 没时间啊 我好忙啊 就改变时间的这个种子是什么呢 他就说那如果你想要金钱的话 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去帮助别人赚钱 如果你想要额外的时间 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要帮助别人得到更多的时间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跟你的朋友说一下 就是那些有孩子的朋友 就是主动请求去帮他们带小孩 就带一两个小时 我就说上师啊 不好意思 你其实不明白 我之所以问你我要更多的时间 是因为我就是需要更多的时间了 我没有时间去帮我朋友的孩子 做保姆啊 他就说 你一般都挺笨的 但是你今天更加笨了 当你需要钱的时候 你要把一些钱给出去 当你需要时间的时候 一样的 你要去把时间给出去 所以呢 很多很多的时候 我就是按照上师 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觉得他是错的 但是我会说 好吧 上师我去做 然后呢 我去找到我的朋友 他有两个小孩子 小男孩 就是在美国我们有这个 教父的体系 所以他们是我的教子 如果他们的父母过世的话 我要照顾他们的 我就跟他说 我会照顾好这两个男孩子 两三个小时 你跟你的先生去看电影啊之类的 我需要种下种子 让时间稍微减减速 然后我就带上这两个小孩 然后我就带上这两个小孩 我的天哪 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生小孩啊 每一分钟 我终于都临阵脱逃了 跑到那个厕所里面去 把门给关上 麦克叔叔很忙 他们还在敲着这个门 我在厕所都没办法专注做该做的事情了 甚至扁扁都不行 在敲着这个门 我们想要跟你玩 我做了很多次 然后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就遇到了Skot和Orit老师 来自于我 然后他们说 你是格仙麦克吗 是 我们想要余生当中 每天二十四小时替你工作 而且不领薪水 可以吗 我说 好吧 所以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了 对我来讲 时间就减速了 所以你可以控制时间的 我猜佛陀肯定是替很多小孩做保姆了 可以看到你很远的未来 直接的看到 所以他们能够看到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这个事实 就是他们看到的那个事情 仍然会将要发生的 是个未来 所以当他们看见的时候 它不是让未来就变成了当下 它还是未来 而是你所有的做出选择的导致的结果 所以你还是有自由意志 不然的话 这个佛教就毫无希望可言了 你的决定将会让你成佛 如果你没有力量去做出这些决定的话 你就会保持原样 好吗 我们再讲一点点书中的内容 我们还有十五分钟 我没有给大家就是课间休息的时间 不好意思 但是只有十五分钟剩了 所以如果有这个紧急需要的话 可以去到那个急救室 所以不要害羞 好 老师说要不要喝杯咖啡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讲到是九个比喻当中的第四个 对吧 我们讲到第四个对吗 是来自于这个宝信论的 谁写的 由无助大师所写 但是他是个秘书 弥勒尊者是菩萨 第四个比喻 在藏文叫做Samba Bra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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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天神 这就是那种 这里叫凡天 就是那种天神之地 那就是我们在暂时的天堂 就是在天界里的 佛教徒认为啊就是受生到那些天界的地方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佛法修行 因为他们太快乐了 就好像在普吉岛的希尔顿酒店度过一个周末一样 我遇到我今天早上我就见到我的朋友 然后他就说呀 格西老师,我们要在这边多留几天 他们就说,你们要留在... 我就问他们,你们要留在希尔顿吗 他们说,哈哈,你开玩笑吗 肯定不是啊 太贵了 然后天界就像是这样 那些业力是很昂贵的 受生在天界的人会浪费掉他们的光阴 受生到那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此生当中做了很多的冥想 比如说,只是去观察你的呼吸 非常著名的 在佛教里面 佛教人徒 佛教徒会不会观呼吸做冥想呢 会 在冥想的一开始 就几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才能够把他的车给停好 当我们去观察呼吸的时候 就几分钟的时间 就叫做UG JU LU 就观察几分钟就好了 然后你就要转向一个很认真的冥想对象了 最好的就是你的老师 好吗 如果有人教错你了 哦,只是去观呼吸就好了 三、四个小时 就去观呼吸 就是这样的一颗种子 会受生到这样暂时的净土 就在天界里 就是因为你在周末 周末是在希尔顿过的 你把自己的钱都花光了 你就是在上面把所有的种子都用光了 他们必定会总是直接下地狱的 总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认为那种冥想是一个大错误 只是去观呼吸 观很多个小时 很多天 格西老师啊 如果这是一个错误的不好的冥想 那为什么他们会积累这么多的善业 去到那个希尔顿,去到天界呢 这个回答就很有意思了 这些普通人一整天 总是时时刻刻都在种下坏种子 这里感觉好热 哦,这个Pennie从香港来的 哦,这几个新加坡又坐在这里 就是他们怎么做这样呢 穿这个衣服也是 然后这个念珠又戴在了错的手上 我们都一样的 一直在批判他人 每分钟,每几分钟 我们就像这种坏种子机器一样 如果你观呼吸,观一个小时 你就没有在创造那些新的 你平常一直在创造的坏种子了 就这么叫 SAM THEN GYIDOM MA 就是意外地自我控制了 因为你在专注在自己的呼吸上 就没有时间去嫉妒啊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更好的受伤 所以呢,那个地方的老板呢 就叫做梵天 在这一个祭诵当中 他讲到说佛陀譬如梵天王 为什么呢 当人们受生在那个天界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很好的冥想者 当他们在上面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很特别的专注能力 很奇怪的专注能力 他们不会轻易地就离开冥想的 他们也没有在想 他们的身体会发光 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初始 人们是没有电的 他们不需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身体会发光 他们连iPhone都没有 如果房间很黑的话 他们就一微笑 一微笑就光起来了 这个光就会出来 所以这个梵天就像是这样 所以佛陀就很有意思了 不需要在没有离开直见空性的 这个冥想的前提下 他们一直都坐在冥想 他们也不会终止 对空性的冥想 但在同一时刻 他们在数十亿个世界 做着很多事情 他们在数十亿的星球 有帮助不同的人 他们在这方面就像这个梵天 在一动不动的前提下 他们就在动 在不动的前提下 在不做思维的前提下 他们已经在自发自动的 帮助数十亿人 所以这就是第四个比喻 这是弥勒尊者的祭颂 我们再讲一个 下一个叫做太阳 下一个叫做太阳 在这里很多的朋友 在你们的法名都得到了 有太阳这个字 就叫尼玛 就叫尼玛 我跟Brigitta还在给大家起名 就是还没有得到法名的朋友们 所以不要有压力 我们会熬夜替你们起完的 所以不用担心就是了 今晚 白天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要练习这个摇滚 那接下来是来自于宝信论的句子 论施如下 当太阳在天空中时 太阳把日光送出去 太阳不是这样的 天哪 这是那个破晓了 每个人都在等着太阳 把所有的光送出去 不是这样的 就自动的 太阳都不用想说 哦 是时候要发光了 那些光会触碰到所有的植物 花朵 世界上的所有 然后花就会绽放 Bedma 就是白马 指的意思就是莲花 这句六字大名做的意思就是 珍宝在莲花中 Bedma 就是那种在日间打开的粉色莲花 有一种非常美丽的白莲 叫做Kumuddha 我们在镇石上有一种很类似的花朵 如果你来的话就能够看到 叫做Dattura 这种花只是在夜间开放的 当月光触碰到它们的时候 它们就会绽放 然后在白天呢 太日光触碰到它们的时候 它们就会合上 所以当日光触碰到Bedma的时候 莲花会打开 就粉莲花会打开 但是日光照到这种Kumuddha的时候 它就会合上 佛陀就像是这样 太阳 太阳的别的任务 就是去帮助庄稼成长 就是说小麦之类的 还有道骨 那同样的方式 就是当佛陀或者你们去教授佛法 给别人讲佛法的时候 那弟子心中的智慧就好像这朵粉莲一样绽放 而他们的错误的理念邪戒呢 他们会合上 当好的佛法 触碰到弟子的心时 他们有很多的错误的理解 他们就会合上了 我给大家讲三个之前举过的例子 冥想这个空性 一切都是漆黑的 什么都没有 这是第一种这种 和尚的莲花 当你去教他们真正的空性的时候 你说这朵花就会合上了 第二种 跟随你的念头 如果你感觉到愤怒的时候 就让他愤怒吧 看着这个念头 进入到空性当中 不要去停止愤怒 就生气就好 感觉很好啊 你愤怒的每一瞬间 都会创造一千个坏种子 然后又烧掉一千颗好种子 就是那些心理学的错误的想法 就打开心就好 让那个愤怒出来吧 他们说不对不对 还是要把它合起来 不是,是要停止掉他们 它会伤害到你的 第三个 一切都是幻想 无善无恶 不要快乐 不要悲伤 不要悲伤 不要笑 不要悲伤 中正 嗨,格西迈克 你要吃披萨吗 格西迈克 你今天演讲太长了 这都是错误的理念 所以这些错误的理念 这些教授的日光 触碰到错误这些理念的时候 它就会像这种 白莲花一样合上 那这些好种子的庄稼 在你心中的 就会生长 如果它得到了更多的佛法日光的话 我再次要谢谢 Jayme 他的网站 五千个教授 很多都有中文的 你可以把它们偷掉的 当我是一个嬉皮士的时候 当我是一个更年轻的嬉皮士的时候 有一本很著名的书 是由嬉皮士所写的 这本书的名字就是 把这本书给偷了 明白了吗 在智库网站上 就把它拿下来 下载下来 当你去开车的时候 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如果你没有这种极佳的北京堵塞的话 堵了一个小时 墨西哥城就甚至更好了 一堵就堵两三四个小时 所有的车的汽油都用光了 每个人都卡在那边,卡了两天 但是如果你们有Jayme的智库网站的话 你们就可以使用好那段时间 把它们下载下来 Hello Stanley,我今天太开心了 堵车堵了两个小时 所有那些后面的人都会对你很生气 他们都是这样子的 你却在这样 好,我们今晚从第六个比喻开始讲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轮了 好,我们下轮了 我们下轮了 绝了